毗奴七之座法是佛陀教我们打坐时开门 打坐前要注意的七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盘腿 如果你不能盘腿的可以像我这样 散盘前后脚抢一这样 这样其实已经很好了 如果日后可以的话 你才是单盘 单盘有个小建议给大家 就是轮扭单盘 你今天是右脚单盘的 你明天最好就是换你左脚 令到你的盘骨会平衡 否则你长期单右边或者单左边 都会有尝试可能令到你的盘骨歪了也不觉 最后当然是full lotus pose 第一样东西就是调整座脂 等下盘已经稳定了之后 通常我们就会要求腰背竖直 第三点就是放松肩膀 有一个方法我在瑜伽班里学到 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就是当你要放松的时候 可能就缩上来 已经很大力放下去 这个才是放松那一刻 最放松的位置 你刚才有留意的话 其实可能我都缩上来 但是放松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是手结印 这个就好看是哪个传承 有些还会很着重 要左手搭右手 右手搭左手 有些要定印 要好像波形 要好像橙形 甚至乎可能是 譬如梅村这样 就自由一些 甚至乎可以摆在大腿 摆在膝头膏 这样都可以 不过这个就看你传承 而且以舒服为主 然后就是要稍稍收下额 好像要做双下巴这样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做什么呢 其实它是想令到你这个颈 颈和你的腰背一样 是成一直线的 有说过 我听一些师傅说 其实这个整件事是想我们的 一个中脈是最正宗的状态 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姿势 而令到它有阻滞 即是有阻滞 如果我们的中脈越通 其实我们打坐盒的时候 就越不会那么容易 黑眼睡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帮我们坐得久的方法 和坐姿来的 第六样东西就是舌顶上额 就是舌要轻轻地顶着门牙后面的位置 法学院那里学 老师就说 如果舌顶在门牙后面 你会发觉会不断有口水分泌 所谓生津 生津子学的生津 原来你的舌顶在门牙后面 轻轻顶得了 它会不断生口水 就是为什么高增大德可以坐几天不吃不喝呢 就是靠喝口水 遵液是会帮我们降火的 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 有这个不断令到你没那么饿之余 就是会令到你降火的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看你的门牌 就是眼睛 有些就是双眼眉闭 有些可能是轻轻视着 好像日本那样 可能前面有一个蠟燭 或者是一个月輪 你要看着 眼睛虽然有开有散 但是多数都会叫你 就算看着一样东西都不是挖住的 是将视线很轻柔地放在那个物件上 就算是闭上眼睛 你也是很放松地将眼球 好像是在眼窝里休息 是将所有东西放轻柔的 这个就是毗劳七枝座法 再重温一次 就是盘腿 腰背竖直 结印 放松肩头 收下巴 利顶上额 和眼睛放松 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就是重点 我看这就是重点 不这么大 那么哎 你来看看 别看 这就是重点 你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我一天 就算了 快点 啊 你 感谢观看